蜴蜂蜂牙 空心魂牙蜂牙 空心魂牙蜂牙 我上初中的时候穿过空心魂牙牙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到买耐克阿迪达斯的年纪 就还可以吧 你就没有到特别惊艳或者说特别好的这段 我之前一直支持国货的 然后穿过安踏 红圈尔克我都在穿 就是感觉有点土 说实话 而且它设计有很多就是借鉴了别的品牌 所以就不怎么穿 我们零五年的 我们反正就是从小可能看一夜奶穿过什么的 反正看那个标有熟悉 但反正对那个名字是不认识 我跟安踏 因为我的组织 我经常做卫力的组织 他们给我们提供这种衣服 在开始有很严重的设计 但现在 过去年 我其实买了很多股东西的组织 有很多股东西的衣服 他们有这种技术的组织 不确定是否是它的营销 但是从它的历史来看的话 我认为应该是它习惯性的善举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正能量的一个 因为毕竟它自身经济情况也不是特别景气 中国大家网友也是非常给力吧 帮助这个红银尔克去也是投入自己一份爱心 这可能是爱国的体现吧 都不是因为它我觉得它的产品做得多好 销售量本来就挺低的 然后它们又能在那么雪中送炭的情况下 又能捐出那么多钱 其实它们品牌还是 其实就像平常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或特别的坏 因为它这种举动让我们激发了我们的这种爱国情怀 所以大家才会去支持它 所以它才会就是营业额暴涨嘛 这种品牌是很好的 它是支持中国人的痛苦的日子 它是很好的 但是在同时 它可能会有点太多 因为我看过一些影片 人们在费为$500,000 以为$250,000 欠一些代言或者怎么着的 就是提升一下自己的品牌价值吧 然后保证它的产品质量 这红银尔克可以注重一下消费群体 因为它这个牌子本来就是比较不适合我们这种 就是年轻人可能就比较适合中年或者老年人 首先呢它要有自己的创意创新 才能有未来更好的品牌发展 我认为它的设计是正好 但是我认为 一些的技术的技术 是不处在那里 它不是只本来的设计 但是它们需要分别 从其他比较的 比较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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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ke和Adidas 他们有更好的 商业 传统 可能 Anta 和中国的品牌 都需要在这些问题 如果它想走向世界 我想首先是先在中国自己立稳脚跟 就是如果说它能做得比较有自己的个性化 我觉得年轻人会看得到 所以他们应该要做更多的商业 和美国的观众 和国际观众 然后理念上要主打的就是国潮和中国风 把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自信给宣扬出去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民族企业 代表的是我们中国 对吧